游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 今天简短的更新一个声明 说明一下 这是我在游馆的唯一官方频道 有一些人呢 到我的视频发布在游馆 把我用过的两个ID都给抢住了 徐一直在路上 徐流浪中国 这两个呢都是到视频的 不是我本人 没有得到我本人的授权 那因为他们把我的用过的ID给抢住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叫这个名字 不过我对这个名字不是很满意啊 可能后面我想一想有什么好一点的 可能会改一下 那如果条件允许呢 我后面的视频都会在游馆上面首发 大家注意区分 我举报了一下他们 但是目前好像还没什么 没有什么反馈 后面等我有时间了 我来处理一下 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 短暂的骑行了十多天以后 我现在来到了山地之国 杰吉斯 这里的风景比哈萨克要好一些 中亚的夏季非常炎热 然后在户外呢 很难获取干净的水 所以这些天把自己搞得有点憔悴 我现在是在去伊赛克湖的路上 离伊赛克湖只有50多公里吧 今天也是没能找到安全的营地 就只能在这个旷野之中录影 不过我是户外老司机了 没有什么问题 目前我的B站和抖音呢都无法直播 B站直播间很早就被封掉了 然后抖音呢它需要开一个海外的权限 目前我还没有申请下来 所以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在油管这边直播一下 直播呢也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然后频率应该也不会太高 如果要直播 我可能会提前在这边发一个通知啊 告诉大家 今天是端午节 我在吉尔吉斯斯坦这边也吃到粽子了 祝大家端午安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